上帝的创造 创造论 我们讲完了 在历史中不同的学派怎么看法 这一课开始我们来看 圣经的根据 圣经怎么宣告上帝的创造 圣经对创造论的证据 不仅仅是在一节一段 或者一部分的经文 而是在神的话语 每部分都有的 不仅仅是零零散散的几节经文 或者是零零散散的很难解释的经文 不是的 而是多量大量的毫无疑问 宣讲创造的经文 说明上帝创造世界是历史的事实 首先我们有创世纪第一第二章 长的详细的记载 这个在我们后一章 过了创造论 过了天使 到了物质世界的创造之后 会再回来讨论的 创世纪第一第二章 假如我们没有任何的 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读的话 很明显的就是历史的叙述 在记录一个在历史上发生的事 然后圣经里面很多其他的地方 都同样的看创造是历史的事实 经文可以分几类 我们先来列出第一类 第一 第一类的经文强调上帝在创造大功的大能 或者是他的无所不能 上帝因为他的大能 他的全能 他用他的全能创造的 第二类的经文 第二类的经文指出 上帝是伟大无限的神 他是在宇宙以上被尊荣的 伟大的无限的神 他是伟大的无限的 高高在宇宙之上 第三类的经文 指出上帝是以他的智慧来创造的 以他的智慧创造世界的 第四类经文 在第六页 第四类的经文 是从上帝的主权和定义来看创造大功 从上帝的主权和定义来看创造大功 第五 第五种的经文说到创造是上帝一个基本的作为 就是奠基性的作为 五类的经文 第一说明上帝的全能 第二说明上帝的伟大 无限 高高在上 第三说明上帝的智慧 第四说明上帝的主权和旨意 或者是预知 第五说明创造大功是奠基性的 基础性的 第一种 第一种是强调上帝是以他的大能 他的伟大的全能 能力创造的 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和二十八节 来 他不拼 他不拼乏 他不困倦 他的全能 他的大能大力 当然这里也提到他的智慧 所以我们看到 特别是诗篇跟以赛亚书 神的熟性和神的作为 一般都是一并体的 一块一起提出来的 是从上帝的作为 我们看到神是什么一位的神 从他的创造 我们看到神是大有能力的 好 下面是阿摩斯书四章十三节 请来读 一方面有他的心意 他是使神光变成幽暗 他是有这么大的能力的 脚踏在地之高处的 好 他以他的大能创造 第二 他以 他是一个伟大无限 是在宇宙之上或者说之先的 我们来读诗篇第九十篇第二节 来 说实际上有被承认出 必是见你未曾造成 从彼祖到永远你是神 还没有世界还没有这个空间宇宙之前 还没有时间之前就有神了 他是在宇宙之上或者之先的 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六二十七节 请读 来 天地不要无爱你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礼仪更坏 天地就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灵数没有什么空间 不论是天地这个宇宙空间 或者是年数 上帝都是在这些以上的 好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 请来 上帝是创造宇宙的 所以他是这个主宰 是在宇宙之上 他是主宰 所以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那下面就说下去 保罗说上帝是不需要人的敬拜的 人需要敬拜神 神不需要 不需要人的敬拜 神吩咐人敬拜他 神愿纳人奉耶稣的名敬拜他 但是上帝是不需要敬拜的 需要敬拜的上帝就不是最高的上帝了 第三 有些经文指出上帝是以他的智慧 创造天地的 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二到十四节 请读 来 谁能右手心的梁柱水 右手不够梁苍天 用生斗生大地的陈主 用生成山影 用天秉平安明能 谁能测渡耶和华的心 或做他的模式之教他们 他以谁山影 谁教导他 谁将公民的路指示他 又将知识照进他 将公民的路指教他 当然这个答案就是 没有人有资格来测躲神的心 做他的谋事 与他相依教导他 指教他 教训他 不可能的 神是智智慧的 无限度的智慧的 All wise 另外一段经文讲到神的智慧 耶利比书十章十二到十六节 请读 来 有他用本地创造大地 用之为建立世界 用聪明不照清藏 他因他身 同众地有多水一奏 他寻补从地上堂 他到地随意而闪 从他父中带出所感来 个人都不得住类 毫无知识 各一样都因他雕刻的 他所住的都像是虚假的 其中并不清晰 都是居住的 是迷惑人的工作 他在对方的时候 他在对方的时候 一定被除灭 雅各各人有下的血 因他是造作外有的主 十二节说上帝是用智慧聪明来创造 下面就以人和偶像来做对照 人是毫无知识的 制造偶像的 将人也要蒙羞愧 偶像是虚假的 人毫无知识 造偶像的蒙羞 偶像本身是虚假的 然后最后雅各的粪 就是因为上帝立约的缘故 上帝是我们的粪 我们当然也是上帝的粪 祂的产业 不是这些 不像这些 所以上帝是与毫无知识 虚假的等等 是完全相反的 是造作万有的主 那因为造作创造万有的主 是与这些虚假 毫无知识的 完全相反的 反过来说就是上帝是蛮有智慧的 好 下面这种经文是约翰福音 第一章第三节 请读来 万物是借他造的 万物是借他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那这个借着就是说 一方面是他造的 他直接造的 借着他造的 他以他的能力 他的智慧 就是说他是那个 efficient cause 他是有效的 创造 也是为他造的 第四种的经文呢 是强调神的主权 和他的旨意的 我们来读 以赛亚书 四十三章第七节 来 人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被造的 特别是选民 其他的也一样的 为了神的荣耀 那这里呢就没有很细的说明 神的荣耀是 特别是在他的救赎计划达到高峰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天上地下一切的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 也就是说天上地下一切的主耶稣基督都是他们的主宰 这样子上帝得到荣耀 不过 一般的来说 上帝就是为他的荣耀 创造的 意思就是说呢 创造的目的和救赎计划的目的是一样的 是让上帝得到荣耀 再说一次 上帝创造万物为了他的荣耀 上帝救赎人 叫天上地下一切 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也就是万喜皆归拜 万口皆承认 主耶稣基督是主 救赎计划的最终的目的 跟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 是神的荣耀 好 我们来看第五种的经文 是强调上帝是 对不起 创造是上帝基本的基础性的 的创造的作为 特别是尼西米记第九章第六节 好 我们来读 来 请 你 你 如有你水烟和花 你造的天和天上的天 并天上的万象 你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天基地也都敬拜 好 上帝创造一切 天使都要敬拜祂 那人就更不用说了 造了一切一切 好 上面呢 是 我们来读 哥勒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 来 好 还有其他经文 我们可以自己去读 以赛亚书42章第五节 以赛亚书45章18节 哥勒西书一章十六节 已经读过了 我们来读 启示录四章第十一节 来 我们的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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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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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以你的实义 被创造万有的 好 那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 神以祂的大能 祂的智慧等等 创造一切 是为了祂的荣耀 好 我们在结束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请翻到圣经的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刚才我们读了一些 现在我们呢 读一段比较长一点的 很多时候呢 神的话 祂是用一个反面的对照 来说明上帝是多么的超越 多么的伟大 多么的与祂的造物 被造物是完全的不同的 现在我们来从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从第十二节 读完本章 读完三十一节 请姐妹们先读十二节 弟兄们读十三节 等等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请来 祂要求祂 将用祂的仿子 叫祂呢 看祂 看祂 往来运动像水桶的逆滴 又涮如天灵下的灰尘 祂举起众排药 好像极为之谷 离巴正的树林不够看财草 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欢祭 万人在他边前草下虚辱 非得他万人不继续虚辱 难为虚空 你们究竟是谁比神 又什么行下与神比较呢 偶像是价人所做到 赢价又不继续包裹 为他祝造灭练 离巴现不起这样恐怖的 就节显不能习坏的树木 为自己寻找吵架 立即不能摇动的偶像 你们是神知道吗 你们是神听见吗 从祂诸起没有人告诉你们啊 自从地理的天经 你们是神没有明白吗 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 地上的鸡鸣好像蛮串 他铺沾穷参如曼子 掌开之间如隔处在战盆 他使君王不为虚无 使地上的沉叹端成为其空 他们是干财栽上 干财仲上 不愿意干杂在地里 他依吹在旗上 遍都孤干 玄风将他们吹气 像睡节一样 那圣人说 你们将谁离我 叫他离我相反的呢 你们相散举目 那谁叉叉着万象 那树木已出 他一一称其名 因他的全能 又因他的大人大力 连一个都不缺 那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你这样 你为何人 我的命运 神秘不察问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用爱的神灵耶和华 创造地籍的主 闭目疲乏也不能见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了他自主努力 软弱了他下力量 这就是少年人也要 疲乏困见 残传的人必来 一起来读三十一节 我们来看从第十二节开始 从第十二节开始来讲 神的智慧 谁好像他这样子 可以量度宇宙呢 谁可以指教他 指示他等等 十二到十四节 神的智慧 十五节开始 上帝所造的就像 陈辉这么的微小 十五十六十七 神的智慧 神的伟大 相反的宇宙的微小 十八十九二十 神是真神唯独真的创造主 偶像是假的 二十一二十二 上帝是在地球之上的 也是伟大的 二十三 上帝是在君王审判官之上的 二十四 但是生命宇宙是短暂的 软弱的 二十五二十六 上帝的全能是全知的 一一领出 一一称其名 二十七到二十九 上帝的能力是永远不疲乏 所以上帝不单是创造 而且他是不断的 以他的大能在掌管 就是说护理 神不单是创造主 他也是掌管眷顾赐力量的神 最后三十一节 因此那些等候他的 就必重新得力了 再来一次 十二到十四 神的智慧 十五到十七 神的伟大 十八到二十 神是唯独真神 二十一到二十三 他是宇宙和人间君王之上的神 二十四 宇宙人生的短暂脆弱 二十五二十六 上帝是全知的 一一都知道 而且二十七到二十九 二十七到七十到三十 就是上帝的护理 他以他的大能 他的智慧 不单的创造 也是掌管 最后因此 要等候神 那这个等候神 好像跟前面的创造与护理 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呢 假如我们考虑到 这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作为上下文的 你就看到这段经文要讲什么呢 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特别是第九节最后 对犹大的诚意说 看啊你们的神 看啊你们的神 第五节 耶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在神的救赎计划达到高峰 弥撒亚要来的时候 这些为他铺路的 特别是施洗约翰要宣讲的就是 看啊神 看啊荣耀的神 神的荣耀 所以弥撒亚来的时候 就是神来 神来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 而是怎么样的意味神 要来到救赎他的子民呢 就是那位按照他的智慧全能 无所不知 按照他的伟大 创造世界的 创造主和救赎主是同一位主 创造和救赎带来的最后的目的也是一样 就是让宇宙称他为主 人生宇宙创造互利还有列国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以神为中心的 都是他做主 都是为了他的荣耀的 盼望我们是这样读圣经的 是从神的荣耀神的旨意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权柄 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学习什么 简单的说 圣经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 是以神为中心的 所以我们要问究竟神吩咐了什么 神吩咐我们怎么样的来 顺服他 敬畏他 敬拜他 所以创造本身 我们在上一课就说过了 是有他的道德信仰的重要性 就是说上帝是创造主 因此他是主宰 一直我们理所当然的 要敬畏他 顺服他 荣耀他 在他面前服服敬拜 这从创造论本身就有了 那救赎论呢 当然就加强这一点 稳定 你 优优独播剧场 你 试图 我 你 你